因纽特人利用祖先传授下来的抓鱼方法 从河里捕捞到上千斤三文鱼 煮熟后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的吃起来 严酷的北极环境 因纽特人是怎么把食物弄熟的呢 面对这么多三文鱼 因纽特人会把吃不完的三文鱼怎么处理呢 本期视频 我们将继续走近因纽特人 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炖鱼的 也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储存三文鱼的 经过族群所有人的合作 上千斤的三文鱼被捕上岸 大家忙了一煞鱼 真是幽类幽恶 阿甘就提议生火做食锅炖鱼 让大家改善下火势 之前的火种在迁徙时已经弄灭 阿甘只好和族人采用钻木取火的方式取得火种 这个方式是阿甘从父辈那儿学来的 将一根海豹皮缠绕在木棒上 木棒的一头放进带有凹槽的木板上 而另外一头放在一块木板上 并用牙齿固定 因纽特人做什么都喜欢用牙齿 难道这样牙齿不会酸吗 你直接用手压住不可以吗 难道他们打算用这种方法来锻炼他们的牙齿 而就是这样看着让人牙酸的方法 让他们成功得到火种 将火种放入翠花收集的引火柴上 简单吹着火就点燃了 这不就和我小时候在家点火是一样的方式吗 但翠花准备的引火柴可能没几个人能找到了 因纽特人吃肉一般都是薄皮士 而这次使用的引火柴就是从鸟身上包下来的 一旦放入星星之火 很快就会燎远 火种有了 翠花就可以用火种点燃干草 然后就可以给大家做石锅炖鱼了 将鲜红的三文鱼放入石锅 随后浇上才打上来的血水 简单清炖半个小时 一道美味就此诞生 不知道大家有这样吃过没 反正我看了更愿意吃生的 见翠花在做好吃的 小肝也赶紧坐到妈妈身边 告诉妈妈自己饿了 妈妈知道小肝馋了 赶紧安慰他 告诉他不要着急 可石锅太后 每次都要炖半天 最后还不能把鱼顿熟透 此时的我真想告诉他 将石头烧红后 放入三文鱼中 不但可以让鱼煮熟 而且还是一道美味 将鱼简单加热后 翠花就把鱼分给打架 终于可以吃上食物了 阿甘赶紧拿起一块吃了起来 吃了一块就递给旁边的小强 小强吃完了再递给其他人 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 这种吃鱼的方式是因纽特人的理 就像我们吃饭时 要给其他人加菜一样 由于煮熟的三文鱼并没有很多 女人们都心疼自己的丈夫 她们就坐在另外一边吃着生鱼 以及锅里剩下的鱼子 连此时的小孩也懂事的吃起生鱼 看着他们都有吃的了 不管吃什么 我都莫名为他们感到高兴 随着春季的漫漫过去 因纽特人就不一定可以这样大肆吃鱼了 真希望他们能一直这样衣食无忧呀 大家辛苦了一上午 坐在草地上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一条鱼大家分着吃 这种和谐的画面只能在长辈的诉说里听到 这样的生活虽然原始 但真的特别简单美好 吃过饭后 男人们玩起了翻绳游戏 难得的闲暇时光 他们也只是坐在帐篷内玩个绳子 小强也趁这个机会和大人们学学 阿甘玩翻绳游戏可谓是高手 遇到能展现自己能力时 他也毫无吝啬地向小强摆弄出各种形状 正当自己洋洋得意时 没想到身边的族人比自己更会玩绳子 还能在之前的基础上多做出更多的花式 一双被生活摧残的满是老简的双手 却可以灵巧地玩着翻绳游戏 让我们看到因纽特男人粗犷的外表下 其实还有颗细腻的心 简单休息后 大家就要继续处理三文鱼了 他们首先需要把最鲜嫩的鱼腩部分切下来 留作接下来生活的食物 以及后面迁徙的食物 由于鱼腩没有刺 鲜嫩 他被因纽特人视为真品 风干后的鱼腩也是一道美食 就像我们的牛肉干 味道特别好 这么多鱼腩 就凭这几个人是无法吃完的 但阿甘他们仍想将所有鱼腩取下 以后在迁徙的路上 可以分享给其他族人 因纽特人在常年迁徙中 已经知道无私分享食物 不但可以帮自己 还能帮族人顺利地活下去 当女人们开始处理三文鱼的时候 阿甘和其他男人就需要在河边 用石头搭建储存室 上千斤的三文鱼 他们是无法在迁徙之前吃完 同时也不能在迁徙时 带上这些三文鱼 他们只好在营地周边 搭建一个存储室 然后把吃不完的三文鱼都储存起来 可能大家就好奇了 这样在野外存储三文鱼 难道这些鱼不会坏掉吗 其实这点大家可以放心的 北极的春夏季基本温度也在零度左右 到了晚上还能再零度一下 长时间的低温 加上很大的昼夜温差 让北极俨然成为一个天然冰箱 所以鱼肉可以长期保存 一旦到了冬季 所有鱼都会被冻成冰棍 因纽特人在迁徙时 就可以来这里取食物吃 他们通过这种在野外储存食物的方式 让他们走在哪都会有食物吃 长时间的工作让大家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 小强就开始吃起鱼难 相对于中午的石锅炖鱼 他更喜欢这种鲜味十足的三文鱼 他很懂得享受美食 只是少了点芥末 有点美中不足 阿美帝丈夫搬了半天的石头 力气早已用完 来到鱼堆中 找到一条就开始 完全实现三文鱼自主 有时候因纽特人的生活 还是让我们羡慕的 平时吃三文鱼只吃得起几片的我 看着他们随便吃 不免让人心生羡慕 见自己儿子来到身边 也不忘搁一点给儿子 看着他的操作 生怕把他的儿子嘴巴搁了 在大家吃肉休息时 阿甘已经把储存室的外部搭建好了 为了实现更好的通风效 他还需要在储存室底部铺上小石子 见阿甘一人在忙活 翠花也过来帮忙 帮他收集一些小石头 当阿甘把储存室搭建完后 就用海豹皮试着搬运三文鱼 可惜鱼太重 阿甘只好过来帮翠花台 阿甘两夫妻着实让人羡慕 平时生活和睦 遇到困难一起解决 不相体谅 标准的模范夫妻 就这样 翠花往海豹皮上搬三文鱼 阿甘和翠花一起来搬运 然后阿甘一人在这处理三文鱼 几千年来 因纽特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储存三文鱼 在迁徙分散开生活的时候 没有食物的家庭都可以来存余的地方取一些应景 正是他们这种无私团结 才让他们在北极这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生存了几千年 还繁衍出一个民族 有了自己的语言 他们真的很伟大 小甘见爸妈都在储存三文鱼 自己也想着将自己喜欢的三文鱼储存起来 在河边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有模有样地在地上搭建出一个储存室 然后把鱼一条一条地放进去 然后再把石头压在鱼身上 由于石头太重 小甘只好将石头滚着移动 看着既好笑又心疼 等冬天到了 他就可以带着他的小伙伴来这里吃鱼了 然后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他存的 而此时阿甘这边储存室里的鱼也基本放满 简单再把周边的鱼扔进储存室 就可以把一些石头放在鱼上 每个地方都用石头盖好 这样可以防止海鸥和北极湖来投尸 看着阿甘储存三文鱼的样子 不免让人想到勤恳的农民 在细心地保存他的粮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我们一起去看看阿甘一家千奇的 冰盖附近的族群营地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英纽特人的生活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